220事件导致钱不赞在10天内猛中308宗本土病例 也让钱不赞首相洪森再次考虑要不要施打新冠疫苗 洪森之前曾扬言要第一个施打来自中国的疫苗 但因为中国疫苗限制60岁以上人群施打 洪森才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子代付出征 如今,洪森终于可以摆脱年龄的限制施打疫苗 因为就在明天晚上,社会组织援助的3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将大火进边 洪森已决定在3月4号上午进行注射 截至2月28号24时,A20事件已导致钱不赞滋生了308宗射讯感染病例 其中有247名中国人被确诊 随着疫情的快速扩大化,洪森首相的个人安全也引得众人关注 因为県政府很多官员都已经注射了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 但是政府首脑红森,却因为年龄超过了59周岁而被拦了下来 好消息是,世卫组织援助的3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3月2号晚上8点左右将运抵钱不赞 卫生部部长蒙文鑫将代表県政府 在金边国际机场主持交接仪式 世卫组织驻钱不赞代表李阿兰女士也将出席 卫生部表示,钱不赞是率先通过COVID Facility机制 获得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之一 阿斯利康虽然是英国的疫苗 但钱不赞拿到的疫苗都是在印度生产 钱不赞将于今年上半年通过该机制获得疫苗110.4万剂 明晚提到了32.4万剂只是第一批4 这也意味着从明年开始,钱不赞民众将可以在两款新冠疫苗中进行选择 一款是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另一款则是世卫组织援助的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钱不赞民众会如何选取我们不知道 但钱不赞首相红森似乎已经没得选 中国疫苗在年龄上已经将它拒之门外 它只能选择年龄设限没有那么明确的阿斯利康疫苗 彭森表示,将于3月4号上午8点半左右在金边甘密市医院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注射完之后,他还将立马召开记者会 对全国民众进行防疫动员 从表面上看,由于阿斯利康疫苗在很多国家可以让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 似乎比中国疫苗要厉害得多 但这款疫苗今日却在欧洲引发了新人危机 英国《卫报》2月25号报导称,欧盟27个成员国累计收到613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但其中485万剂没有进行接种 欧洲民众对这款疫苗的接纳程度偏低 主要是因为部分国家已和中国一样,在施打年龄上有所设限 而且这款疫苗的负面消息还层出不穷 比如在韩国,2月26号至27号两天,共接到了112起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报告 有111起均和阿斯利康疫苗有关 收看更多节目下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明天再会